美中关系最近趋于紧张的 还有一个地点就是大学校园 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学生 出现在大学校园之内 而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人数 还包括了很多文化适应 甚至跟大学校园政策 彼此无法协调的难题 根据美国世界日报的报道 美国中北部的名校爱阿华大学 最近正在处理一个棘手难题 涉及到中国大陆的留学生 在那边集体作弊的丑闻 人数多达百人以上 这些大陆的留学生 多半是刚到美国 可能学术万件不熟悉 他们竟然雇用枪手 替自己代课甚至代考 而多半是利用 所谓网络选课的方式 请别人在网络上来答题 最后学校是透过 网络的视讯的录影 查出这些人的面孔 跟那些原来的学生 完全不符合 在查出这项集体作弊的弊端 而这些学生雇用枪手的代价 估计是每一门课 一个学习1000到3000美元 可以说这些学生 还相当有钱 如今这处理难题 是该怎么处理这些学生 据说有些人 已经遭到了开除的命运 可以知道 大陆的学生 如今在美国校园之内 已经出现了很多这种 可能在趋势上 他们喜欢走捷径的这种问题 人数之多 而造成了很多大学校方的 处理难题 不过毕竟中国大陆留学生 是美国学校的财力主要的来源 如今在美国的中国大陆留学生 到今年3月底位置的统计数字 已经超过了35万人 但所有美国高等学府的国际学生 大约40% 这么一大批的人 当然他们未来可能成为中国大陆 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当然也可以带来了很多的美国文化 向外扩散的帮助 但如今他们还没跨出校园 到已经给学校之内带来了 想象不到的负担 老中老外一旦变室友 生活上难免大小冲突不断 大陆女孩把那一大喇喇挂室内晾干 着实把金发美眉吓了一大跳 这出网路剧贴切描述了 留学生在异乡的生活情境 东西方文化冲击越来越频繁的原因 就是因为大陆赴美留学生真的有够多 南加州马里部的Peperdone大学 2015年硕士班毕业典礼 被点名上台领取毕业证书的 几乎都是中国人 梦李 肖筋李 台下亲友当然也都是东方面孔 唱名唱了三分钟 好不容易才出现一名非华裔学生 有些人以入侵来形容 陆生以人海战术进军美国的大阵仗 许多大学校园里放眼望去 华人脸孔一堆 有种走进中国城的错觉 这批陆生军团实际上有多惊人呢 根据统计大陆赴美留学人数再创新高 2015年以超过30万人 占全美97万国际学生人数三分之一以上 是第二名印度的两倍多 是排名第七台湾的14倍 十年内成长四倍 科系选择上也出现变化 以往大陆留学生多半选理工 经济 气管类科系 现在变得更多元 不过学校对陆生敞开大门 却让本地学生和家长抱怨连连 我的孩子不能进入 我的大学生不能进入 我每天都听到这一天 在我的区域在桑迪亚里 如果一个学生从中国 能够有更多资讯 进入学生系统 比一个人从中国的城市 这会有点麻烦 以加州大学系统为例 本地学生比例在2014年 只有62% 因为国际学生缴的学费 平均是加州本地生的2到3倍 对州政府和公立大学院校来说 收国际学生实在太好赚 2014一整年 国际学生对美国的经济贡献 超过300亿美元 光是大陆留学生 就奉上98亿 如何兼顾教学品质和营运压力 校方也很头痛 这种大问题 桌上要问自己 在这一方向 是什么类型的困境 我们能够待这些学生 我们能够待他们的教育 我们希望能够在学中和外出的教育 有很多学生 都能够找到这些 没有想到的 有教授反映 必须配合部分进度落后的留学生 调整上课内容 而向来给人学霸印象的路生 近年来遭美国校方开除的案例中 高达七成是因为成绩未达标 又以理工科系男学生居多 抄袭 作弊等情形也大增 爱荷华大学最近才爆发 重大学术诈气案 上百名大陆留学生 找人代考 代上课 一学期一门课的枪手价码 最高三千美金 近台币十万元 侥幸一时的下场 就是被开除学籍 这批异乡求学的海外游子 除了课业压力之外 要如何融入美式文化 对他们来说也是困难重重 除了课堂上用非母语学习的压力 下了课也面临适应问题和社交困境 生活背景和语言隔阂 让许多留学生人习惯待在小圈圈寻找慰藉 甚至在美国当红影集 菜鸟新移民当中 也出现了 同样的情节 哈啰 我是出彩虾 出彩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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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坚持用中文名字 在国外闯荡的女主角 因为怕老外总是念不出来 会耽误前途 最后妥协取了扬名 Jessica 大陆留学生的困境 不只在校园 许多人毕业之后 都要面临就业的问题 中国学生 在北京学生 就要回到北京学生 他们比职业更多 海龟派回国 身价水涨船高 但国际学生 如果想合法留在美国打拼 除了一年内必须找到工作 还得抽到重签率 只有两成的工作签证 想在异乡出头天 关卡重重 大陆年轻学子 前仆后继赴美留学 美好愿景下 更多现实与困境等在前方 要一圆美国梦 没有想象中简单